武当王爷 拜见师书祖周胜 先来概括下漫画主要内容 正当王爷要从高空摔下的时候 一直纠缠着他的黑影终于现身 而在王爷的请求下 黑影虽说百般不愿 可还是也将陈金奎救下 接着黑雾慢慢散去露出来人真容 来人先是出声威胁陈金奎 表示你要赶出一声 我便当机弄死你 接着又话音一转看向王爷 王爷见状当极明了 而后宫竟行李 武当王爷 拜见师书祖 可周胜却不满意他的称呼 毕竟从这风后论起 自己才算是这小子的师父 不过如今也无所谓 接着他便与王爷探讨起风后的真正关键 妄想将身外变化进掌一握 简直吃人说梦 而风后的一局最应该开在此身中 开局使可以任意操纵这天地的变化 闭局后这天地也将不在一场里去影响身体 直到此时王爷这才明白 原来因始风后日久 就会沾染些怪病 接着周胜缓缓说出了自己对王爷一直的照顾 原来自从知道有人继承风后之后 他便一直默默在关注着王爷 本以为王也是个骨骼清奇的修行天才 可是史上他却是个半路出家的顽固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不仅懈怠武当拳法 更是连着奇门绝技也不甚使用 一直持续到他在罗天大叫准备站出来管事 后来周胜先后化身三次 每当王爷准备靠扩大格局 来解决当下困境之时 他便会出来敲打 可即使这样 依然是无法促进王爷的领悟 好在时至今日 第四次王爷终于领悟 不过作为道门中人 对一三只树却格外看重 所谓孟母三千 白币三县 入目三分 桃园三结义 刘备三顾 退币三社 如此种种典故说明 要是当时王爷在海水中领悟 那老周胜三系小王爷的佳话 也将流传后世 奈何王爷愚顿错过几回 接着周胜又问话 无为王话的究竟是什么王 而于自身这一局 重宫到底在何处 原来定中宫的一瞬需要安稳宁静 而自身中能想到的这一处地方 就只有元神周胜周老爷子 按备分算周胜是王爷的师父 而云龙道长是武当掌门的徒孙 武当掌门周蒙是周胜的弟弟 那王爷变成云龙道长的师叔了 这话也算是为武当强行解释了一波 不是说出了事情就把弟子踢出去 让弟子自己扛 而是转环一下 犯了事在外边躲躲 也算是让武当看起来没那么软弱了 最多来讲这就叫做袁华 关于沾染怪病 不过想来也是 你随意拨弄旗门里的时间温度等等 怎么可能不会对自身没有一点副作用呢 按照西方艺人牛顿地三定律的说法 所有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 你用乱金拓震住了别人的时间 必然也会导致自身命运受到影响 还好王爷用的不多 不然是真的要把自己玩死了 中宫定在身外格外危险 可定在自己的元神则不一样了 人能常清静 万物息皆归 自身安定了 一切天地万物 就全部归纳在人的本性之中了 心境则自然境 身外境世界境 心动则自然动 身外动世界动 心平则水平 可只将何可止万物 心色则万物皆色 只有以自己为中心 才能掌控着时间万物的变化 存相刚斗 以自身为中心 周天列宿之气 围绕自身运转 通过漫画中周盛的态度 从而间接说明了 这个道理靠嘴说 其实是没用的 硬说的话其中的诀窍 已经写在封后奇门的口诀里了 该先天领周天 化无为王 要先用自己的先天 去引领周天的变化才可以 只不过后来的武当三封 以及王也都理解错了罢了 而且如果靠嘴说就可以的话 其实武当三封早就可以被拯救出来了 只要告诉他们 不要想着把奇门扩大到囊括环宇 只需要定住自身原神就可以了 但是没用 就得靠自己领悟才可以 物真的是修道世界观下最难的事了 现在看来封后奇门的传承标准也已经出现了 当你拿到封后奇门的时候 你的原神能否处于安定的状态 如果你处于安定的状态 平和的接受就不会封 否则的话就会在歧途越走越远 而且在旁边全城听完的陈金奎还是封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是接受了封后奇门之后封的 还是看到王也进阶的过程就封了 不得不说 封后这掌握自身的手段却实够厉害 周胜本人在武当猫了这么多年 武当众人丝毫没发现古且不说 跟着王也上龙虎山 在张志维身边晃悠 就连张志维冯宝宝也没能发现他的存在 所以大家同样都是八奇迹的领悟者 这境遇差别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封天阳当年在磕头求饶 郑子部当年在完命奔逃 古稷亭当年在盯人睡觉 马本在当年是浑身被削 端木英如今是尸骨难找 阮风如今在接受洗脑 张怀一如今是坟头长草 在反观周胜的七十多年风云 风景这边读好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火理性讨论切无较真